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中国经济年报 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GDP同比增长3.0%,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 对此,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 2022年中国经济运行受国际形势、国内疫情、高温干旱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 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总量突破了120万亿,应该说来之不易 主要的因素我觉得还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一栏政策 对冲了各种风险 外貌清除可怕也是不容易 前年的话增长了7.7%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前年居民消费的价格CPI上涨只有2% 这个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比较罕见的 居民日常消费物质消费相关的这些供给保障是非常给力的 所以整个的经济生活是相对稳定 迅速出了挑战和考验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 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徐洪才表示 要想尽快将经济增长恢复到潜在的增速水平 提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 扩大内需是关键 内需是新的一年工作的重点 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 从投资里面我认为重点还是要将这个房地产市场激活 前期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我认为呢在二季度开始 整个的房地产的投资消费 会逐渐恢复正常的 随着产业链供应链的逐渐修复啊 经济生活逐渐正常化啊 那么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会恢复正常化 输入会稳步增长 消费支出会逐渐显现它的作用 特别是到了春兰化开的时候 一些传统的消费 像旅游业 交通运输业 餐饮业 这些消费肯定会起拉结 再度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会不正常化 展望新一年经济走势 徐鸿才认为 2022年中国经济成绩单表明 中国较为妥善地解决了 经济增长与疫情防控的协调问题 为2023年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2023年中国经济将逐步恢复 预计二季度后 经济增长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从目前的情况看 我觉得我们出现了一些机器的因素 最值得期待的是二季度 就是说三月底以后 比如说疫情短期 还有一些冲击波 至今从二季度开始 我们经济会恢复正常化 有一个强劲的反弹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 但是呢 全球通胀的压力是放缓的 对金融体系 特别是对人民币汇率 负面影响会小很多 我们把政策的拙力点 放在内需市场这一块 就可以释放潜力 再通过政策的引领 再通过改革开放的红利的进步释放 那么心理一面 我认为百分之五左右 对经济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